这一锅肘子有点大,一共是两斤多 在我们这里也含旁枯坤 今天就把它安排了 清洗干净后,下入汤锅中先给它煮一下 把它的肉收紧 丢入一点姜葱 料酒 把盖子给它盖起来 烧开后用小火,先煮半个小时 准备一点香料八卦 大料 干海椒 干发椒 小茴香 酥子皮皮 酥子叶叶 当归片 贝纸片 白扣 配材老姜 冲结 碗里准备点老抽酱油 四川老子一条骨 给它调转调转的 这个肘子的时间煮的差不多了 这样戒开盖子 先把它漏出来 给它刷上姜材 调好的这个老子老抽水 这下锅里下入稍微少一点油 烧油了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先帮我把蘸点起 因为今天我又放血了 又是整了一个大菜 油温烧至五成热 下入这个肘子皮朝下给它炸一下 记得把锅盖扛起来哈 这个爆起来是非常的凶的 你们看吧 爆的劈劈啪啪啪的 一面炸一分钟过后给它翻上一面 两面都炸好过后给它露出来 放入姜材煮肘子的这个汤中 然后给它开小火把姜材这些香料全部倒进去 还有剩下的老抽老子的水 盐 生抽酱油 蚝油 把锅盖扛起来给它转最小火 卤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点正经的事情 就是跟老本来说包这个包子 老本已经在切面了 老本说包子皮不是干的 是用手感把它捏出来的 就这样子捏两哈 老本已经在包了 你们看看枪不枪吗 我觉得也没得好枪的 再来准备一个小青椒把它切成圈 大蒜子给它剁成蒜末 老本的包子已经蒸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 哇 怎么样 看起来很不错 这个包子都做好 我的那个轴子都还没有卤好 老本已经开吃了 好不好吃吗 不要喝别过 自己包的就是好吃 这个肘子的时间已经炉的差不多了 这样子戒开盖子 给它剁一下看怕没有 轻轻地剁下去了 就表明非常的怕了 先把它漏出来 直接装入盘中 拎起锅 下一点点油 然后下入姜葱蒜和青椒圈圈 炒香过后加入水 调味一点骨盖酸 盐 盐 胡椒粉 酱油 蚝油 再来上一点橙醋 和匀过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浇在姜菜炉好的肘子里面 这里呢我们还准备了一点干海椒和干发酵 用热油给它呛上去 撒上一点性感的冲发 大美味继承 非常美味的芙辣肘子就做好了 蒸子做出来它不仅好看 并且鲜香 吃起来也是一点也不油腻 绝对能够征服你的味脸 喜欢点赞 不喜欢点免费看完就解散 整个菜还整队啊 这个腰杆都整胀啊 现在剁起 全是瘦肉 吃了个花椒好吗 嗯 它有点酸味的好吃 真的吗 嗯 所以我们要拍一个 就这样好吃啊 就皮拍了 多久了 又炸过来 皮是要吃的 这个皮才好吃对不对 喝个饮料 有饮料还有肉 真过瘾 你们给我把蛋剪起啊 不要搞忘记了哦